我這邊題目其實只要講 終於偷渡到公部門的GTV專案 以前曾經有印象的人應該會知道 我有提過一個叫做超濃郁的專案 有一個叫做超濃郁的專案 然後這個非常感謝就是以前的子龍Simon 然後還有後來的卡西 然後這個它其實那個時候是因為 因為農藥的那個資料其實非常的難用 然後後來就是去做了一個這樣子的一個內容 就是把一些我所想 以我所想知道的東西 然後就是在那個工部門 農業部門的人會比較好用的 例如說我這邊搜尋番茄好了 那麼這邊就會看到就是非常大量的這些 就是他們會問什麼作用機制啊 就是有在做農耕的時候會用到 那可是因為它是一次爬下來的 那個時候農委會的open data還沒有整個起來 然後後來後來我就覺得就是後來就是這個 因為後來是CC0之後就變成了 那這個是我後來蓋的一個平台喔 就是拿工部門費用 然後這個是它其中的功能啦 就是有它幾個功能 不過其中剛剛大家看到的那一個抽農域的 我把它藏在這個地方 Firefox點 因為現在檯面上還有兩個農藥搜尋的平台 那為了不要去觸怒也不是觸怒啦 也不要去讓他們覺得很奇怪 怎麼會有第三還是第四個平台出現 所以我暫時先蓋在這個地方 然後基本上 它這個就直接跟農委會裡面的那個開放資料 是直接連結在一起的 所以它有更新會跟著更新 那在這邊的話可以看到就是我示範一下 你讓我用番茄 然後你選了番茄之後呢 你可以從這邊看到番茄的不同的階段的內容 以及它上面會有的不同的 然後你可以從裡面去選 譬如說我進行到有問題的話 我想要選擇 南克風拿起來那個字都不知道 你可以拿就是你可以從上面 去看到就是你想要選 你要防治哪類的病充害 然後不只是這樣 後來就是我還蠻 另外額外加了其他功能 例如說你可以在上面找到農藥的日文 農藥的韓文 那以及你要找殘留龍鬚也可以 然後在這樣子之後呢 舉例來說阿巴丁好了 你要找相關資料的日文跟韓文 這個是從日本官方拉下來 我自己去做比對的 然後這個是它的商品名字 就是他們在販售的名字 什麼一定泳啊真正泳 然後什麼包你泳之類的阿里巴巴 然後這個東西呢就是你點進去之後呢 就可以看得到它的農藥標示 其實有人會認為是它的外包裝 就是這些詳細的資料其實都是民間 甚至連醫院和那個消防隊 其實他們都很需要這個東西 例如說哪個地方失火之後裡面其實有農藥 他們必須要知道它裡面農藥特色是什麼 或者是中毒的人他們需要的那些資料 這裡面都有 那一開始的速度很慢 所以後來也有請那個龍尼幫忙看一下 所以現在這個搜尋的結果也加速了非常多 那其實這個從那個超濃郁康開始蓋到現在 就是整個把它搬進去其實也花了67年以上有的時間 那其實也要拿到經費 不過建進去之後大概再過兩三個月 就會把它整個完整公開出來 不過因為大家現在也已經知道它可以怎麼進去了 然後這個跟就是這個我其實有秀給其他不同的 不管是研究人員或者是其他農民看也好 他們有發現到這個更符合他們想要找農藥的直覺 你不只可以在上面用這種作物 你甚至可以用病蟲害的名字 用農藥的名字 你都可以找到你相對應的資料 那其實我這邊建的這個網站 其實裡面也有用了很多那個開放資料的東西在裡面 像氣象解決資料 那如果其實有興趣的話 其實還是可以跟我討論說它到底是怎麼樣 怎麼樣 然後我在裡面也有另外加了這種 Google 翻譯的內容 大概是這個樣子 那我是 怎樣 就是大概說一下 終於把東西投入到公布門裡面去 然後可以被綿綿住這樣子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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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日